深海避波 静谧潜航 近日 在人民海军成立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 记者探访了海军某潜艇支队 因为在几百米深的海底长期工作生活 想要成为一名潜艇兵 需经过多轮学习考核 下艇后 还需在老兵的带领下疯狂训练 专业理论和岗位时操考核合格后 才能顶岗 新年入伍 大概是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军政素质 专业体能素质 还有五个月的专业理论授课 学习 学习完以后 下艇单位在组织具体的代更训练 新兵下来 都有专门负责班长 每个罚件 每个管路都要摸到 做到 疯狂训练 把专业理论学习 和岗位上十操合格考核 合格以后才能顶岗 在与潜艇官兵的交流中 记者多次听到百人同操一杆枪 一百减一等于零 他的意思是 一百个人共同做事 如果有一个人出现失误 就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 时刻保持高度专注 是潜艇兵的日常 空间狭小 轮换税同一铺位 几天不能洗澡 除了紧急繁重的出海任务 潜艇的工作生活环境对于潜艇兵而言也是一项考验 比如睡觉吧 睡觉之前挺上这个铺位少啊 很多就是原来就是大家都是经常睡着暖被窝 比如三更两铺 就是有一个当根的它起来 另外这个休耕的人就睡别人睡过的铺 洗澡我们出短海的话 一般大家就是坚持克服一下不洗澡 现在整个艇上的条件通过这几次改造 能够保证这个大家官兵基本上三天洗一次澡 然后吃饭的话 现在我们在艇上改造 就是每个在合理的地方艇上的部位 给他们一个专业一个班 安排一个小小餐桌 然后用分餐盒打好就是这个菜也不串味了 高峰杰说 自己最长的一次 一年有一百多天在执行出海任务 最长的吧 一年出海有一百多天 感觉这个时间是比较漫长 但是因为我们是身上有担负这个责任 比如说往出海 可能睡个踏实觉的 可能几乎都不多 因为你在休息的时候 你还得考虑你的设备是否安全的 你的站位是否拖跌 你还有定时去你站位去巡视去 所以说这个时间过得还是感觉是比较快的 高峰杰表示 自己已在潜艇服役29年 潜艇就如同他的眼睛一样 需要认真爱护他 我现在在潜艇上服役已经29年 我们是作为潜艇兵的一份子 感觉是心里是无比的骄傲自豪的 我感觉就是对潜艇 就是相当自己的眼睛一样 你要好好地爱护他 珍惜在这个岗位 一位位潜艇兵站立在站位上 随潜艇遨游寂静深海 深海的站位注定默默无闻 但他们不求轰轰烈烈 只求随时准备好 力荐出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为什么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iso ferry发愿来 bulun就是适合